张柏芝曬儿子打工赚钱照片,谢霆锋被打脸,王菲这样霸气反击。 张柏芝、谢霆锋,还有王菲之间得感情问题,一直都被大众津津乐道。 在张柏芝与谢霆锋离婚之后,谢霆锋将与王菲来了一个世纪大复合。 但是两人在复合之后,两人的感情却一直都不太平,无论张柏芝做什么,大部分网友都会把张柏芝的行为与王菲和谢霆锋扯上关系。 近段时间,在春节刚过的时候,张柏芝就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,晒出了大儿子和小儿子两人擦玻璃挣钱的照片。 张柏芝发表这些照片,其实很有可能就是想表现自己在培养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品性。 不过张柏芝发表这些照片之后,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议论,有很多网友说,按照张柏芝和谢霆锋的身家,无论如何,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孩子应该也不会沦落到要去擦玻璃赚钱的地步。 所以张柏芝发表这一组照片的唯一目的,就是为了向大众证明,她很用心地在培养孩子的品性。 也有一些网友表示,作为母亲的张柏芝,在培养孩子品性的时候,难道不是应该和孩子一起体验劳动的成果和过程吗? 为什么要在一旁拍照呢? 还有一些网友说,张柏芝之所以拍照,并且在社交网站上晒出这些照片,其实就是想打好妈妈牌。 张柏芝的这一行为其实让谢霆锋非常的尴尬,因为张柏芝在与谢霆锋离婚之后,就有很多人不断地吐槽,谢霆锋未曾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 而张柏芝发布的这一组照片,无疑是做使了网友们对于谢霆锋的不满。 而在此之后,又有网友将张柏芝和王菲进行了对比。 由网友直接说,虽然张柏芝多次在社交网站上晒出大儿子和小儿子的照片,但是同样作为母亲的王菲,却从来未曾把自己的两个女儿拿出来炒作。 王菲一直以来都非常的低调,虽然王菲有过两段失败的婚姻,但是她对于自己的两个女儿却极为负责任,王菲一直都在私底下争夺窦镜童的抚养权,而且王菲还会经常陪李烟逛街。 很多网友在得知王菲的行为之后,也表示,王菲这一行为可以算是让张柏芝啪啪打脸了。 像王菲这样,不依孩子博取关注才是真正的好妈妈,对此你怎么看呢?